我们这些演员 就是你们这些观众给惯的 总给我们幻觉 出去一工作瞬间清醒 去年我出去录个晚会 和这些流量都住在一个酒店 酒店大团有粉丝 流量一进去 也粉丝哦开始拍照 我进去的时候 我都听见有人在说 这是谁啊这是谁啊 他说哎呀没事 先拍了回去再查 去年我录过一个节目 就是一个知名企业 想弄一个内部的脱油大会 下面坐全是他们老板 我们就过去帮忙弄稿 他们不知道写啥 我说你就对啥事有情绪 他们说就对公司还有情绪 我说那得抒发呀 他说哥 我觉得你在用你的爱好 挑战我们的饭碗 整场演出一个惨烈 员工上去 一一吐槽 然后老板上去 一一反驳 最后员工上去 再一一道歉 比脱油小大会好看多了 因为只有员工吐槽 是有稿的 后面的反驳跟道歉 全是发自肺腑的 一个员工上去吐槽 说说好了分房 来了五年了还没分到房 老板说我说分房 你来了五年还没分到房 不应该想想 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吗 这魔忌多好 让对方从自己找原因 学到了对吧 以后老板再问我 为什么迟到 那你想想 我在上下公司 怎么不迟到呢 今天啊 公司还出了个题问我们 躺和卷怎么选 其实答案很简单 工作嘛 我躺有躺的价格 卷有卷的价格 这事主要看公司怎么选 你待遇不一样 工作状态它就不一样 你别总说 你刚才来的时候状态不这样 那我来的时候 排骨才十二一斤 你现在二十了 还说什么状态不一样 那一个人吃半斤排骨 跟吃一斤排骨 状态能一样吗 就这待遇 老板还总问说 能不能加班 我说这钱能加班啊 但就不能上班了 但你一跟老板提涨心 他就给你诉苦 让你跟公司同甘共苦 但你跟他共苦完 到同甘的时候 他说我甘了你随意 你甘就甘吧 别发朋友圈啊 经常所有人 没日没夜工作 熬一个通宵 然后打开 朋友圈一看 老板在健身房锻炼呢 还配了个文字 说真好 今天又消耗了1500大卡 我们消耗着卡路里 给老板赚钱 老板在用我们赚的钱 去消耗卡路里 那你为啥不直接工作 你要消耗卡路里呢 过几天再看朋友圈 老板又请了个私教 你作为员工 我们能怎么办呢 尤尔牙 为了老板的健康 燃烧我的卡路里 真的就这样 而且即使是这样 老板还总觉得 燃烧的人不够 就我们公司这个环境 还大肆招人呢 招完之后说 这是谷歌挖的 这是腾讯挖的 我说你好好说 他说这是谷歌采的 这是腾讯采的 我还问建国 我说公司招这么多 被采的干啥 建国说招财进宝嘛 所以说现在公司 舆论混杂 很多人不懂喜剧 但很懂职场 深得老板喜欢 因为会做表面文章嘛 白天不工作 晚上加班给老板看 你们听说过成语 叫凿币偷光吗 就为了看书 好刻苦啊 晚上偷光看书 那白天呢 凿币啊 根据经验 弄到之后 只有一个结果 就是想好好做事的 全走了 留下一堆混日子的 这种现象呢 经常叫劣币驱逐良币 但你就看着那些人 你都觉得 这不是劣币驱逐良币 这是明币驱逐良币啊 老板觉得 好 对吧 数额大 在他看来 面值越大 价值越大 一些人走了说 不跟你们这些傻子玩了 还有一些人躺了说 我倒是看看 老板怎么通过 明币实现财务自由的 最后骂一骂了 讲一讲了 所以说今天这题 不应该公司出给我吗 应该是问问公司 坦和决 你怎么选 谢谢大家 我回来 茶兜儿 哈喽 去年上节目之后 很多人说 我是丧戏脱口秀 然后就有一些白伙找我 我说我是丧 但毕竟还是喜剧 他说是喜丧 前段时间居家 大家因为无聊 行为越来越奇怪 我对面楼的大爷 连续三天 站在阳台盯着我看 第四天我实在受不了了 换回了男装 谢谢 那两个月 我一直在回忆过去 我上学的时候 同学们为了不写作业 会想各种办法 有一次老师收作业 我同桌 站起来说 自己来的路上 遇到了一个蒙面劫匪 把他作业本抢走了 我觉得他太笨了 连我都认不出来 有一段时间 我的邻居 是一个精神病 他住得离我很近 就在旁边的床位 他跟我说 他有透视眼 我一点都不害怕 我会隐身 我一直在租房 租房装修 一定要提前和房东商量好 我之前 私自把房子的门拆了 房东很生气 因为他还没答应租给我 这不能怪我 这不能怪我 因为前一天他说 一个月四千 我说三千五 他说那没门 我说可以 我喜欢你们 有来有往 我们继续 我觉得独居女性 是一个社会问题 因为生活会很危险 我邻居 甚至还买了一双男士皮鞋 放在家门口 第二天就丢了 我挺难受的 我挺难受的 几脚 我们继续啊 我在街边 看到一个人卖唱 我看了很久 都没给钱 他唱完看着我 你能帮帮我吗 我帮他唱了一首 我想说 我们这帮人 为了这个节目 真的很努力 一些南方演员 每天练绕口令 刘奶奶 找刘奶奶 买刘奶 我说你这样不对 应该是刘奶奶 找牛奶奶 买经典超绿牛奶 六颗原生高蛋白 一瓶牛奶 两倍营养 牛奶奶说 这么好的牛奶 我才不卖给牛奶奶 可以可以 我很怕和老板交流 公司团建 同事 逼我去给老板敬酒 告诉我酒 一定要比老板的低 我上学 老板 祝你长命百岁 最后分享一个 我的研究成果 我发现男女的区别 可以在一些小事上 体现出来 比如女生 看到一片湖水 第一反应 是拍照 男生看到一片湖水 第一反应 是打水漂 之前 我约女生去西湖 她把手机给我 让我帮她拍照 我技术非常好 十年环到了对岸 被人捡走了 好在对方 也是一个男生 打了回来 但她技术没我好 三下就沉底了 所以 当时女生狠狠地瞪着我 我心想天哪 还好我会隐身 我会什么 会隐身 你等完了 谢谢 谢谢大家 我是智圣 我是智圣 哎呀 最近经常会有人 问我一个问题 说智圣 你为什么总是 看起来这么快乐 我说 可能就是因为 我笑起来 特别夸张吧 我这样都只是 我在微笑 就是我在那站着 不动都会有人 过来问我 说智圣 你在这热啥了 我真的就是傻了 因为我小时候 家庭条件也不好 我家是22岁 才装着空调 夏天真的很热 你也没什么办法 你去游泳 水深 在外面 火热 有一次 给几个火热 在外边 热得受不了了 我就突然产生了 一个想法 我说这么热 咱们不如就跑起来 跑起来就有风 有风不就凉快了吗 真的 大家听了可兴奋了 跑得可快了 跑起来是真凉快 但停下来是真热呀 所以就得一直跑 有个小孩都热懵了 给我说 说智圣 我头疼 我是不是中暑了 我说不 你应该是着凉了 我一直以为 我们越跑越热 是因为跑得还不够快 直到上了高中 我才明白 这个动能 转化的风能 它就是要产生热的呀 越跑越凉 它都不符合 能量守候定律 你一旦听说之后 跟我说说智圣啊 你就是傻 你就应该在那别动 让别人围着你跑 真的我听完 我说还是你见过电风扇啊 能想出来这么缺德的主意啊 我再仔细想了想 我说这不就是我给他打工的现状吗 我们努力奔跑 李旦生活美好 我们跑了五年 李旦匡匡数钱 我们跑得拼了命 李旦说今天晚上喝得不尽兴啊 关键是他还在那啊 跑得快地拍个灯 跑不动地换个人 这是什么能量守候 把我们的动能 全转化成他的无能 有人就问说 智圣你们老这么跑 身体受得了吗 我说没事 幸好我们有 经典超绿牛奶 六克原生高蛋白 一瓶牛奶 两倍营养 喝完还能接着跑 但我还是挺珍惜的 我这个普通话 能念商务 已经很不容易了 真的 就给大家聊聊我的普通话 就我这个普通话 这么不好要追溯到我的小学 因为我的小学运营老师 他不是正规的师范学校毕业 他是在我们小学毕业 然后就留校任教了 所以他自己也没有学过评议 他教我们评议 全是靠着自己的理解教 他在教我们这个平翘舌的时候 就是这个支持师和支持师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 说来来来 同学们同学们 我们明天啊 来学习一下这个翘色影 学习这个翘色影啊 你首先要把这个舌头卷进来 就把这个舌头卷进来 才能把这个翘色影 而且我们老师 他只要把石头卷起来 轻易就不会放下来 真的 我虽然普通话不好 但我大学是辩论队的 那个时候每个 就是在学院里嘛 当时是每个班都要组一个辩论队 最少四个人 我班报名三个人 班长应邀我去参加 我说你疯了 我这么说话 你们都听不清楚 还辩论了 他说对啊 这时候你想我们听不清楚 是不是对方也听不清楚 然后我当时第一次辩论 我是耳边 普通话贼不好 但我声音贼大 气势贼足 就给对方一种感觉 就是他说的好像很有道理 但就是听不清他说了啥 你的对方耳边 只能站你来说 也说对方二变 请你站起来再说一遍 我说二变 我是二变 不说一遍 真的我很怀念以前没有空调 说的不标准普通话的日子 现在的日子我也很珍惜 真的快乐其实真的很简单 但普通话太难了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赵小慧 有一些人知道 我之前在一个汽车公司 有一份很稳定的工作 然后去年我辞职了 因为自从你做脱口秀 被领导知道以后 我的工作就变味了 每次一有人来公司参观 领导就会带我一起去 每一次他都要问人家 同样一个问题 哎 你们看看 他是谁呀 他就没有发现 根本就没有人认识我 但是人家看他那么自信 又不好意思问他是谁 只能偷偷猜 喊啊 这女的谁呀 是这领导二婚了吗 很烦 我辞职以后 就全职开始找工作 因为效果文化呀 实非良人 哎 全公司动员所有的员工 给我找工作 半年多了 就没有一个人想到 他明明自己就可以 给我交五险一金 哎 还在那玩幽默呢 哎小慧 咱们公司最适合你的岗位 就是给李旦开车了 谁要开的这个破车呀 明明都知道 我失业半年多了 还一天天的 姐姐加油搞事业 哎呀 姐姐已经没有事业 可以搞了 哎呀 姐姐这个称呼 我都已经担待不起了 我觉得姐姐一叫出来 是那种 有自信 有能力 有想法 一出来就要乘风破浪的 我现在最多就是个姐 人家叫慧姐 我都觉得 哎呀高看我了 叫赵姐就可以了 赵姐 赵姐 我听你 赵姐 你要允许有一些姐姐 她不会唱歌跳舞 乘风破浪 她就想踏踏实实 找个班上 怎么就这么难呀 我找工作 有一个很大的难题 就是脱口秀这个副业 搞得有点 大了 你知道吗 很多公司不相信 我是去工作的 他们觉得我工作 是为了找素材 他们甚至觉得 我面试是在采风 我有一次跟一个老板 我发消息 我说 你好 王老板 请问您什么时候 方便面试啊 他回我 你好 你好 赵老师 请问面试是要跟您的 经纪人约档期吗 那次面试了一个小时 他有四十分钟 都在问我八卦 问题有点过于尖锐了 已经不能算八卦了 已经叫把柄了 是那种 但凡我知道 不用找工作 效果文化 都能养我一辈子的 那种把柄 唯一欣慰的就是 失业了以后 爸妈就不催婚了 因为我妈跟我说 你连个工作都没有 我很难给你介绍对象 我说这是你唯一的机会了 但凡我有个工作 我可就谁都看不上了 我本来想结束在这里 但是我也没有想到 前两天突然就找到工作了 人有的时候 就是缺那么一点点运气 这个公司很不一样 我面试的时候问那个老板 你不担心我的副业影响工作吗 他说不担心 你的脱口秀我看过 上限不高 他还是不太了解我 用不了多久 他就会发现 我的工作能力上限更低 找工作的时候 整个人非常的自卑 你知道吗 我当时就在想 是不是有点太贪婪了 就已经有一份副业了 你怎么还要去找工作呀 现在不一样了 整个人自信起来了 哎呀 我觉得我赵姐呀 就应该有两份工作 今天就找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我少回 大家好 我是小北 今天的主题叫退网吧 我累了 真累了 稿子写到一半 才知道主题是退网 我之前一直以为是退网吧 我还挺惊讶的 我说 哎 这次节目组还挺有童心的 网吧我也太熟了 都写半篇了 行吧 退网 退网 退出网络 我第一次接触网络呢 就是在网吧 这个 你还记得 以前网吧环境有多差吗 非常的恶劣 我第一次去网吧的时候 就是我发小带我去的 他说 小北 带你感受一下神仙的生活 然后我一到那儿 发现全是二手烟 我说这就是神仙的生活是吧 他说 小北 你就说是不是腾云驾雾 烟大到什么程度啊 那天我出网吧 是用湿毛巾捂住口鼻 弯腰从大门掏声的 你知道吧 然后大学的时候 还经常去网吧 写论文什么的 同学发现都很惊讶 他说 小北 你为什么在这么神圣的地方 干这么龌龊的事情 然后我旁边 突然那个大哥就 帮我借书 我说你看吧 网吧不止我一个人看书吧 说完这句话 那个大哥就把书 盖在他的泡面上 当时网吧好几个人吃泡面 书有点不够用了 当时就感觉书到用时方很少 以前的网络环境真的非常好 很多人上网就是为了交朋友 我也交过网友 甚至还在线下见过网友 当时到了约定地点 发现那个网友 是我班的男同学 我都懵了 我说怎么 蝶恋花是你啊 你不是个女生吗 我说你不也是个女生吗 蓝色妖街 现在的网络 大家就是力气都特别重 甚至还有人出来挑事 前两天节目刚播的时候 突然飘过来一行弹幕 就没有人骂小北嘛 我心想大哥你要骂你就直接骂 你怎么还攒上局了呀 我真的是服了 我不是说大家不能评价我 关键当时我还没上台呢 你知道吧 我心想大哥你这是缺人吗 你这多少点缺心眼吧 你知道吗 气死我 前两天我刚看了更无理取闹的 然后那帮踢足球的人 和玩飞盘的人吵起来了 就因为足球场地 特别有意思 那帮踢足球的人说 说都是因为你们这帮玩飞盘的 站着我们足球场地 耽误了中国足球的发展 然后那帮玩飞盘的说 中国足球是差个场地吗 你给我甩得这么好 扔飞盘你也差不了 我真是服了 我觉得这个事有什么可吵的 那不就是个租赁的草坪吗 谁花钱就让谁玩 草坪不是之前干嘛 现在就得干嘛 如果你非要这么较劲的话 那我觉得应该先把草坪还给羊 羊还得说呢 不敢当不敢当 还是还给屎克朗 这个小亚运送给屏幕前的大哥 大哥你现在可以发弹幕了 你可以骂我了 你不骂我 我都想骂自己 你知道吗 哎呀 我其实在生活中啊 是个特别怕争吵的人 每次看到网上别人在吵架 我就很紧张 每次看到别人吵架 我脑海中就有个场景 都是住手都不要再打了 我说现在网上干点什么事 你都挨骂 我玩游戏我都会挨骂 因为我玩得不好 经常就有人骂我玩得不好 前两天有个男的就骂我 他说你没长脑子吗 你手怎么长得跟脚一样 当时都跟我骂懵了 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突然零激动 然后我就开始装女生 我说那个对不起嘛 婴婴婴 你们女生可能不知道 婴婴这三个字 对男生杀伤力有多大 那天那个男生 带我赢了一晚上 我感觉那男的 已经沦陷了 他叫了我一晚上宝贝 当然我也没有饶过他 我答应了一晚上 他甚至都已经忽略我的网名 我的网名是 我是你北爹 我跟你说 我现在对网络的环境 印象呢 就是跟小时候的网吧一样 就是乌烟瘴气 比起现在上网交友 我更愿意再跟朋友 在现实中面对面 去网吧 谢谢大家 我是特别 谢谢 大家好啊 我最近其实是有点害怕一个 老无所依的晚年 我真的感觉脱口球行业 没有什么保障 演出说没就没 我跟蛋总一起喝酒 蛋总会永远问所有人一个问题 就是你几分 你几分 其实就是喝到几分的几分 我开始一直 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我说怎么 你也考公务员了 我现在每天 就给自己设计养老的方案 你们想的 我基本都想过 你们有没有想过 和朋友们一起抱团养老 就老了以后几个朋友 租一个别墅 玩玩游戏 打打牌 就这样度过晚年 先不说我有没有朋友 就我为数不多的友谊 就是跟这帮脱口秀演员 如果说你了解我们公司的 这个夜生活和酒文化 你就知道 指不定谁 老在谁的前面 你们听这个道理 因为这个抱团养老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就是大家衰老的 速率得差不多 你不能说一波人 比那边老的快太多 那样你心态 这不可能平衡的 不能说我这边 还自理更生了 他们那边已经 瘫倒在床上了 说好的抱床养老 变成义夫当官了 因为你要瘫 你就都瘫在床上 然后四个人平瘫 就互空钱 谁也别占谁便宜 都手拉着手 三二一 一起去世 这样你才行 你不能说两个人瘫了 两个人没瘫 那没瘫哪是怎么着 每天做饭啊 那边躺那儿 我要吃金枪鱼 怎么着 我一个人照顾他们仨 我这白天给他们注射胰岛素 晚上推着他们去透析 养老的问题没解决 把这社区标兵的线给平上了 你这不敢想 1818黄金眼都过来了 今天我们到访的 是徐慧区最无私的老人 看童大爷又在那儿煲汤呢 我在里面煎着个小牛排 蛋总摊在那儿 几分了 这么出啊 我也想过就能不能生一个孩子 但其实我坦率讲 就如果说我要生一个孩子 我也不是为了养老 我是有一个很深层次的原因 我觉得这个孩子 能给我一种全新的情感体验 那是种你谈恋爱感受不到的 那种永恒的爱意 没有人会变心的 你谈恋爱出现的所有的问题 都不可能发生在父母和孩子的身上 你不可能出国留学两年 突然间收到 你爸发来的微信 聚少离多 要不然咱们先算了吧 你爸在那儿耿着脖子 我看你未来的计划里 根本就没有我 永恒的爱意 你看你谈个恋爱 六七年 大家觉得很了不起 这叫做长跑 我爷爷养我爸 也六十多年了 我就没见谁 就是他俩很惊讶的样子 你们是怎么保持激情的呀 我爷爷摆摆手 多少年 早成亲人了 你一到踏实 这就是根植在你DNA里的感情 父母对于孩子的感情 但我对养老有些焦虑 我对生孩子有些焦虑 还是我妈给我治愈了 我说妈妈 到时候我的朋友们 都有了孩子 就没人跟我玩了 这是不是很可怕呀 我妈说 木楠 你知道 更可怕的是什么吗 就是所有人 都在玩 就你有个孩子 那你算是完了 You are done 我说你完了 到时候别人在夜店通宵蹦迪 你在客厅辅导孩子做题呀 我都不敢想象那个场景 我朋友们在夜店里 PUT YOUR HANDS UP 我在家里拿着本新概念 宝贝 注意这个固定搭配 PUT SOMETHING UP 前一阵子我在晚上看一调查 就问 就是900号 说你们年轻人 到底要怎么样 才愿意生一个孩子 就开除你们的条件 有一个答案 深得我心 答案说 如果说就这个孩子 他生下来 就能养我 那我就要一个孩子 我说说的对呀 就你别等到五六十岁 你不敢套了 你就生下来一颗 你就养我 你就是 你就是 你思路就是得打开 你养孩子 你不敢生 孩子养你 你还不敢生吗 你想想也很有逗 道理就是孩子 怎么你妈生理费多大劲 空着手就来呀 有点这个觉悟 你别老是 含着个金汤勺出声 你含着个银行卡出声 叼在嘴里 没有一声啼哭 啪了一口吐地上 指着我鼻梁 省着点花 不过幻想 中归是幻想 要不然就是我养孩子 要不然就是我养朋友 但相比我养朋友 我还是养个孩子吧 我也想体会体会 永恒的爱意 谢谢大家 我是佟梦兰 你们好我是邱瑞 我们这一期的主题是 愿你快乐不止五分钟 他每句话都想嘲讽别人 是吧 这有什么好不高兴的呀 在互联网时代说这句话 我真有点分不清 到底是祝福还是诅咒了 现在想在网上快乐一会儿 多难呢 你想快乐个五分钟 起码得先看六分钟广告吧 远的不说 你想看咱们这个节目 快乐一会儿 得先看片头广告 滚动广告 挂页广告 切入广告 贴片广告 弹窗广告 评论区广告 小机场广告 个性化推荐广告 把这些广告都看完 拆开外卖嘴边听段子吧 发现还得先听李旦 感谢两分钟赞助商 甚至连打开视频软件的 第一件事 也是先给你谈一个开屏广告 一不小心就跳到别的软件里了 有一次我好不容易抽出两个小时 想看看电影 开屏就给我跳到短视频里了 还没能反应过来呢 小帅小美两分钟给我讲完了 我现在手机已经完全失控了 打开一个软件 就往另一个里跳 给我的感觉就是 我的微博特别想看电视剧 我的视频网站 就是想买一双高跟鞋 他们哐哐一顿跳转之后 就留下我一个人 盯着这双高跟鞋 刚才我打开手机 是想干啥来着 更让我受不了的是 我就这么浏览了几次高跟鞋之后 某宝就开始拆你喜欢了 他现在动不动就拆我喜欢 大麻女装 我点了一下我不喜欢 他还问我为什么不喜欢 一下给我问懵了 可能是因为我不喜欢 这个雷尸边吧 他们之前那双高跟鞋也不搭呀 现在所有节目广告给你加的 那就一个无孔不入啊 感觉他们的服务宗旨 是不一定能让你快乐够五分钟 但是保证能让你看够六分钟广告 想冲会员跳过都不行 都给你直入到剧情里了 我之前看一个警匪片 有个炙热火锅站住了嘛 就让我们便衣警察天天熬夜 吃他这个炙热火锅啊 我说那能不上火吗 后来发现是我多虑了 梁茶也来站住了 他们那个炙热火锅是真厉害啊 不管谁在吃 朝哪个方向吃 logo都能正对着我 我不明白 把logo摆那么正有什么用 反派也好不到哪去 每天过着刀尖舔血 剑拔弩张的生活 回到自己大别墅里 吃的也是炙热火锅 我说大哥 你们要是就这么点追求的话 也别违法乱计了 直接投案置手吧 炙热火锅 我们警察那边管够啊 我也不知道我们现在是怎么了 看到广告都觉得烦 但是看直播带货可以 那不就是五个小时的广告吗 十块钱二十包纸巾的那种广告 你看都不会看 但是主播跟你说 家人们 今天我把纸巾的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 十块钱十五包 再送你一包 两包 三包 四包 五包 你就觉得捡了个大便宜 我感觉我买到了二十一包 脑袋里还有个包吗 今天虽然在这吐槽了这么多广告 我看也差不多五分钟了 那咱们也抓紧近段广告吧 海员和小鹿的专场开票了 我明年正确也写一个 谢谢你们修瑞 谢谢你们 大家好 我是庞莫 等别赛了 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 也感谢我这些还是绿码的朋友们 最后一期了 李大姐说我们还有个主题 叫愿你快乐不止五分钟 录到最后了 终于意识到slogan不太对劲了 每周看脱口球大会快乐五分钟 不看快乐一礼拜 而且我们节目这些标题 也经常特别夸张 全都是什么太好笑了 太炸了 杀疯了 一个语言类节目 显得我们语言非常匮乏 我觉得应该保守一点 降低一下预期 就像喜剧一样 就随便写写 全忽兰凑合 广制还行 磅礴 忍住了 没快进 别人一看 没快进有什么好骄傲的 点进去一看 咋忍住的 而且我们都说 每年我们参加脱口球大会 就像每年来参加高考一样 每年都不容易 今年格外的困难 因为我们是按上海高考准备的 你考发现是山东卷的 很难拿高分啊 但我发现 我就觉得高考有一点还挺好的 我挺喜欢的 就是规则很分明 就对错一目了然 你想考完数学 大家在那对答案 别人说 这个是二吧 是二倍根号二吧 你看着自己算出来的根号价 一百四十三分之二百七十六 别人是不知道答案对不对 你是知道不用对答案 上了大学之后 很多事情就开始 渐渐的就不一样了 考完试 就是你觉得自己要挂了 就开始给老师发消息 请您高台跪手 祝您身体健康 那个手台的越高越健康 还有同学 没考试就开始发消息了 我怕考完那天的祝福太多 而且就是 这种情况就是愈演愈烈 到了工作之后就完全不一样 大家上过班都知道 工作了之后 很多时候出了问题 撇清关系比解决问题更重要 那我之前不是做程序员吗 有一次就是 出了一个很简单的bug 就是相当于一加一等于二 写成了一加一等于三 但是大家发现第一个一跟第二个一 不是一个部门写的 结果就非要一起开会 争取把锅甩出去 甩着甩着发现 三是老板写的 问题一下就升级了 从怎么解决bug 变成了怎么掩盖老板是个傻子 这个事实 东北喜剧的经典问题 请问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三 最后一位天才的同事 提出一个大胆的想法 我觉得是等号的问题 我们改成一加一小于三吧 这样两个一都开心 是吧 还不用让老板直面二的问题 太聪明了 我觉得这种人啊 就是职场小于号 轻易不开口 开口一定要向着领导 而且 真的就是职场上 工作上这种看不懂的事 实在是太多了 我最近一次特别不理解的 就是听说我们公司准备弄一个什么虚拟空间 用我们这些演员那种这种虚拟形象 是吧 在里面讲脱口秀 我说是不是就是电子版的皮影戏 是吧 还有什么什么VR脱口秀 说你躺在床上 戴个VR眼镜 李旦咔就怼在这个地方上 又惊悚又幽默 看着都变形了 放大镜看李旦 鱼眼镜头看虾系男孩 测试的同事还在那问呢 说这个VR看久了会不会头晕啊 这好像是有点恶心 但应该不是因为VR 那我们老板还说 将来咱们做得好 有机会能发行属于我们自己的虚拟货币 我说我们就一帮讲笑话的 发行什么虚拟货币啊 昏了痘啊 老板还批评我 说你不懂 人家愿意跟咱合作 那是百里挑一的好机会 我说那是你不懂百里挑一 经典捐山有鸡奶 限定约1% 珍稀捐山牛 经典愿意跟咱合作 那才叫百里挑一的好机会 突然完整了 你知道老板为了说服我是吧 还给我看他们的微信群 四个项目合伙人的聊天记录 说这事我们研究的有多么认真 多么的专业 但是我看了一眼那个微信群的名字 我就感觉这个事应该是成不了 因为那四个人的群名字叫 带你们三个赚大钱 反正就这个事啊 你要问我有戏没戏 我肯定是觉得没戏 但你要问我支持不支持呢 我肯定还是支持的 工作嘛 开口还是要向着老板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鸟鸟 前几天我去拍了个时尚杂志 是的 时尚圈已经找不到人了 服装老师会频繁地给我调整衣服 每次来他都会悄悄跟我说 吸一吸肚子 吸一吸肚子 而我都会告诉他 已经在吸了 很多时候就是这样 你以为我在躺 其实我已经在卷了 今天我们聊躺和卷的话题 躺和卷怎么选 这个题目就给我们一种假象 好像我们有的选 我们之前思考过那种电车难题 是吧 一条铁轨上躺着五个人 一条铁轨上躺着一个人 问如果是你 火车该往哪开 是吧 但真到了社会上 我才知道 我决定不了火车往哪开 因为我就躺在铁轨上 我们这些脱骨秀演员 都躺在铁轨上 只有李旦在开火车 他想压谁就压谁 我们被李旦压 李旦被网友骂 我很少思考怎么选的问题 因为我知道 每个人的选择范围 都是有限的 小时候妈妈领着我进小卖铺 问宝贝 你想吃薯片还是辣条呀 我指着老板背后说 妈妈我想要那个电视 我妈说 我是不是又给你脸了 这也让我想起 我学二胡的过程 在我小学二年级的一天 我妈问我 宝贝 你想学二胡吗 这就是我人生面临的选择 我妈没有问我在钢琴吉他 和二胡里 你想学哪一个 她问的是 二胡你想不想学 在二年级的我听来 这句话就是 这个脸你想不想要 所以我就被迫开始学二胡 学也学不在心上 每天我妈上班前会跟我说 我去上班了 你自觉点 该干啥干啥 我就知道 我该看电视了 但我也没办法踏实地看 我会焦虑自责 会想我为什么这么不自觉 所以我就会一边看电视 一边拉二胡 我给电视配乐 那时候再播家有儿女 有一集 他们一家人聚在一起吃饭 夏东海不在 我一拉就感觉 夏东海再也不会回来了 但我卷了很多年二胡 好像也没什么意义 因为二胡不是一个 适合展示的乐器 也没有办法吸引异性 你能想象吗 两个男生走在街上 突然一个碰碰另一个说 哎 两点钟方向 两点钟方向 有个女生在拉二胡 你有零钱吗 除了拉二胡 我也卷学习 拉二胡和做题 这就是儿时的我 能为人生所做的全部准备 所以现在我的思维很简单 就是遇到困难 就想刷题 包括参加脱口秀大会 我也总想 如果有一套真题 刷一刷就好了 最好有一本 五年大会三年模拟 每次主题赛宣布主题 我听到的仿佛都是 字数八百 文体不限 诗歌除外 不要退赛 有时候还有附加题 是吧 已知 云南白药口腔修护寒树叶 搭配活性态牙膏 帮助修复口腔粘膜损伤 问如何将以上信息 巧妙地融入段子 这道题我已经答完了 有的时候如果不会做呢 把题杆抄下来也能得分 但我到社会上才发现 会做题也没有用 因为很多人生最重要的问题 参考答案都是略 我和他能长久吗 略 我这么加班真的值得吗 略 我的人生能获得真正的幸福吗 略 我就感觉生活在嘲讽我 好像他说 你想知道答案吗 就不告诉你 略略略略略 躺和卷怎么选 我每次坐飞机都会纠结这个问题 我每次上飞机都会 既带着U型诊 又抱着笔记本 低头写稿会想 不行不行 颈椎要完了 躺着睡觉会想 不行不行 工作要完了 我这个人就是躺的时候 我都想卷 卷的时候想躺 永远年轻 永远左右为难 一切都是最不好的安排 所以你要是让我选呢 我会选躺 但如果实在让我卷呢 我也服从生活的调剂 我希望有一天 我对生活的态度 能像生活对我的态度一样 就是 乐乐乐乐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叫猫豆 第一次站在二楼这么高的地方讲透口秀 很多老师站在这个位置都很紧张 我不一样 我站在这整个二层都开始紧张了 这个我 我如果等会被淘汰了 我根本就不需要老师摁这个电梯扭 我一个大跳 我直接就下去了 但是我也接受 我是一个退伍的海军催士兵 我实际上就是在黄岛江南这个地方当的兵 当了八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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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退伍回来 我还给班长打电话 我说班长我回来了 班长说小猫你回来了 怎么样 退伍回家干得怎么样现在 我说挺好的 我现在回黄岛这边彭里录节目 班长说彭里 你退伍杨柱去了 我班长是个挺好的人 唯一的缺点就是 他是他们老兵嘛 过过那种比较艰苦的日子 太节省了 我们当时崔伯伯有道菜叫蚂蚁上树 就是肉馍炖粉条 我们班长对这个菜呢 有自己的理解 他觉得那个粉条 只要有点肉味就行了 他炒完那个肉馍之后 我把肉馍又唠出去 去做虎逼尖叫了 打菜的时候 一群人看着那一盆粉条都梦了 说班长今天吃蒜拉粉啊 这不蚂蚁上树吗 怎么九省树了 蚂蚁呢 班长说蚂蚁 搬价了 而且我们海军舰艇部队 有很多那种 涉外的宴请活动 舰上让我们崔伯伯学几个 能拿得出手的那种西餐 派出我和我两个战友去学 学完回来是买原材料的时候 卡在班长这儿了 我那个战友手 他要做个那个法式鹅干 班长一看鹅干 两百多块钱一斤啊 班长说这样吧 你用猪干吧 猪干好 猪干明目 我吃了一口 我感觉我死了都不明目 我人生第一次吃西餐 我想沾蒜酱啊 我说班长 我炒个意大利面吧 班长说炒什么意大利面 你炒方便面就行了 库里那么多方便面 不用买 炒完之后真的 老外吃一口都净了 老外吃了一辈子意大利面呀 第一次吃红烧牛肉味的 我另一个战友更完蛋 他说他要做个凯撒沙拉 就搭下金枪鱼 下一杯胡萝卜黄瓜 班长说你这个沙拉呀 就是要清清爽爽 你就放胡萝卜黄瓜就行了 我说班长那也太酥了吧 班长说酥什么 那不还有猪干吗 你要是觉得东西少啊 你可以往里放点豆腐皮啊 放点粉丝啊 放点豆芽什么的 我说班长 你这个沙拉是不是又叫 东北大半菜 这是什么凯撒沙拉 哈尔滨凯撒 真的你这个西餐摆出来 哈尔滨凯撒大半菜 意大利炒方便面配法国猪干 谁看见你这个菜色不得问一句 服务员我那个串什么时候上 我来参加这个脱口秀大会 我班长也很开心 他希望我可以借此机会 打破一些大家对崔石原的一些刻板印象 后来我也采访了很多观众 发现大众对崔石伴的印象很单一 他就觉得那些崔石原呀 灰子做饭 性格外向 长得胖 扑动画还不好 班长 我感觉我够呛了 他这个刻板印象是招着我刻的 崔石伴现在淡凯有本教科书 都都把我印在封面上 真的你看那些电视剧的名字 我是特中病 一听就是战争片 充满了那种牺牲与救赎 你一听到那名崔石伴的故事 一听就是喜剧片 拳击里面唯一牺牲的是 小毛养的那头猪 而且人家特中病都是什么台词 班长 最后一颗子弹 留给我 听着就帅 就背装 我们都什么台词 班长 最后一块排骨 你打给我吧 后边没有人了 班长 真的厨师这个身份 听起来就太平常了 就像这几年的那个综艺节目 你看中国有这个 中国有那个 就显得特别潮 特别fashion 就不会有个节目 叫中国有厨子 那不废话吗 哪国没有厨子 在弄 播了两集之后 再弄个节目 叫中国厨子巅峰对决 一个厨子断了一盘菜 放在这 这里是毛豆 aka随时班教授 来自大连DLC0411 看我一直到虎皮尖椒 让你们难忘即销 出门都仙气飘飘 最后本还在那里来个 别来这边 没想到还能在这舞台上看到说唱 评委都梦了 评委都梦了 评委说我不沾边 我怎么尝菜啊 说你们猜你土兔吗 干什么 谢谢大家 我叫毛豆腐 好 作评委 最后来 没想到 希望 Unters等 杀